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方面有什麼消息跟大家跟進一下呢? 北韓發動核攻擊,打南韓 那麼有料啊 之前北韓口口聲聲說不會不打 只不過差在什麼時候?是不是現在呢? 真的跟大家一起看看發生什麼事 另外也會跟大家跟進一宗新聞 就是關於俄羅斯出現了乳怪 牙尖嘴你就像人 會不會跟核廢水有關那麼快變種? 他應該的污染程度也挺高的 另外關於在美國出現一宗離奇 簡直是嚇死你出乎意料之外的 遲到殺人案件,究竟是什麼呢? 大家就知道了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很多新聞 在這個打風的日子 現在 說到 那個情況都是 我相信在聽的 這個時候又說到是 比較接近的時候 當然啦 吳仔自己都 說在沖繩他都受 台風的侵襲 一樣都是,都會受影響的 周圍都打風的啦 極端天氣啦 所以 印度神童都說了 真是這個地球變的 變了 變到呢 亂了大龍 看到金仔 現在就打算是否動核武 去攻擊南韓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看看這件事 事件啊 開頭我都看得到啦 嘩 不是吧 這麼快 真是 襯亂啊 搏亂啊 他很懂得在這些時候就拿 眼球的注意的 金仔 因為他日前 在晚上 發射了兩飛的導彈 北韓又說呢 有關試射是無疑 對南韓進行這個核打擊 嘩 說得明啊 我不是隨便找兩支飛彈打過來的 是 一下子就用核彈的啦 因為南韓方面呢 他 發現到 北韓 向東海發射導彈 之後呢 北韓就表示了 就說發射這個導彈主要是無疑 對南韓主要指揮機地和機場 發動這個戰術核彈 嘩 這個世界都不夠你瘋了 應該最瘋的那個是你的了 別人試射導彈都是試射一下普通導彈而已 我當你 俄羅斯的高超音速那些 都是說到高超音速而已 但是你一來就說要拿一支核彈出來試一下 無疑我就拿一支核彈來射你的 所以其實金仔只有一招而已 你沒辦法 你說軍事精良 不要說跟美國比 你可能你比起 其他世界 的國家 東南亞的國家 都還是比較弱 落後 這麼說 戰機你又不夠多 或者不夠先進 船你又不夠多 所以可以看得到 其實他們只有一招而已 就是射一些東西出去 那些東西就是核彈了 北韓方面又說 這個演習就是要跟敵人說 敵人無事警告仍然部署戰略 核武器作出挑釁 為什麼呢 原來 他們做這次事就是回應美國計劃在地區部署戰略轟炸機 因為美軍打算在朝鮮半島 部署最少一部 B1B的戰略轟炸機 這樣 另外現在有消息指出 俄羅斯 和北韓方面 展開 轉售軍備談判 北韓方面 都要的 你不是必有錢 賣一下工具 你幫一下我 我幫一下你 白宮安全國家委員會發言人 柯比 指出 上個月俄羅斯國防部長小姨股 出訪北韓期間 嘗試遊說北韓對俄羅斯出售武器 基於這次談判 預計他們更加 很多的高層會面 所以 潛在 在這些協議方面 俄羅斯可能會得到大量多種的武器 這樣 拿上去 烏拉行這個戰場使用 他又不用賣核武 俄羅斯有 只是賣一些炮彈 我猜就 不知道北韓有什麼工具可以拿出來賣 可能也要研究一下 人還是槍 另外也要跟大家跟進一下 說俄羅斯 整條怪魚出來 有些網民說 核污染水 這麼快 影響到俄羅斯 近期有消息 疑似罕見的狼漫 有些很怪的魚 好像變種 要開玩笑的嘛 最後一章搞笑的 但是有些 那些 我先看看 牙尖咀你的魚 真的有點怪的 有些 這麼噁心 變種了 有些 擺明深海魚 上水的時候 那個魚撲 真是 快得快 中了水壓 眼睛又凸 這樣 有一條 在俄羅斯 漁民捕獲的 他在西北部 摩爾曼斯克海岸 拖網的時候 就捉到回來的 滿身斑點 還有牙尖咀利 是很怪的 這一條真是有些怪的 彭牙哨出來 放了上網 覺得是不是跟核廢水有關呢 這宗消息一出 引起 大家都關注 當然 你說是不是真的 這麼快有意變 我覺得有些東西 就不是了 搞笑而已 那麼 專家就說原來這隻叫狼漫 跟鰻魚就不是一個家族來的 是屬於狼魚 有日本人都試過捕獲島的 非常之勁 把嘴 一口就連海膽都散了 真是 如果被牠咬一口 都不得了 說到這條魚 這隻魚都幾 蠻好吃的 為什麼呢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不過這些魚 看到賣相也不好 嚇死人了 另外在南非 汗內斯堡 出現了一宗 很嚴重的火災事件 因為在他們的中央商業區 五層高的建築物 發生大火 造成73人死亡 43人受傷 暫時就不知道起火的原因 哇 這些大火都真是誇張 今年都真是 好夜火 全球世界各地 燒到含含聲 另外 現在路透社透露 報道 就說中國主席習近平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或者不會出席印度 參與 G20峰會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去呢 這個就很大的問題 他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事 很忙碌呢 近期 人們吹噓得 看看 我們的習主席 在南非出席 跟蹤五國的時候有很多事件發生了 又出現了翻譯員被人攔截了在門外 等等這些畫面曝光 外國媒體 不停在這裏 瘋狂在這裏炒作 更加 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一小個會議沒有出席 當時又引起很多外界的揣測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一開始又傳他 可能是否身體抱樣 後來又覺得不是 沒理由 你說他很厲害 正常 有坐飛機的時差 都表示理解不精神的人 但是 為什麼會無端端離場呢 然後又吹噓 有些媒體 外國媒體 在那裏估計 很多古靈精怪的事情 但是 他為什麼又不出席這個20國集團峰會呢 為什麼只會派國務院總理李強代表出席呢 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 暫時中國外交部和印度政府 都沒有回應 會不會 跟印度關係又不是好呢 當然啦 亦都不會的 你近期 才 叫做 出席了那個叫做 金珠五國之旅 但是現在某程度上 都好像有點緊張的 對呀 這個也是一個奇怪上面 不知道會不會是可能 近期印度 有些 說法 或者甚至乎邊境方面鬧得很緊張等等 之類 令到 出現了分歧 到時候再等他們正式公佈 到時候再研究 另外 東南亞印尼 拘捕了88名中國公民 就說涉嫌經營網上情緣詐騙 這88位 中國公民 涉嫌 這些詐騙集團 就說女兒反 用視像表示愛意 有做性行為動作 接著 拍你閒片 說到在中國有幾百人受騙 很多公務員 自己人騙自己人 你真是無賴到震 還要在遠在地上騙自己的人 真是 離譜 還要這麼多公職人員 印尼警方就說 調查受害者會不會有印尼人 如果沒有 就說會立即將疑犯驅逐出境 應該轉 是否轉介給公安去處理呢 真是不知道 好 跟著跟大家看一下另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就是關於美國 真是 什麼事都有 在美國 什麼都有 那種治安 真是令人憂慮 原來說到有位美國16歲少女 跟朋友去吃麥當勞 想不到 命都沒有 吃過麥當勞 還沒有被人拿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這位16歲女生叫利公 在凌晨2點多 跟朋友在華盛頓特區 一家麥當勞點餐 叫完餐 拿了餐離開之後 就出現了一宗 恐怖事 話說 這個女生 跟她同行另一個女生 為了欠一個甜酸醬 吃不下雞 那一盒醬 大打出手 開頭 那個疑空沒有反擊 後來一行人 就像上車的時候 突然之間 疑空就撲向這位16歲女生利公 更加不知道在哪裡 拿一把20厘米長的尖刀 插她的胸口插她的肚 身邊的人立刻把她送去醫院 但內河傷勢太重 送軟不治 嘩 由於現在的疑空 嫌疑犯 未成年 在美國方面 不能夠公開那些名字 但是 已經被人拘捕了 將會被控 藏有武器 武裝二級 謀殺罪 這樣 真是 痴巾 欠一盒 茄汁又說要拿命 整合甜酸醬又說要死 真是現在 個個都刀仔吉大腿 真是好恐怖 你看香港又不是 在廁所上 大打出手又說有家餐 真是甚麼都有 現在這個世界真是很納亂 所以很多東西都已經超乎你我日常 正常去這樣看的 這些事件 另外 普利高俊 那個死亡 現在俄羅斯 再度開康 更加 就叫做 明確 表示 是有暗殺的可能性 因為普利高俊就已經 落狀了 這麼快 對呀 落狀了 這麼快手 為什麼這麼快手呢 我們先看看 根據 外國的網媒 引述路透社報導 普利高俊的發言人表示 原來在8月29日 舉行了閉門葬禮 62歲的普利高俊被撞在聖比德普 一個公務 為什麼這麼快呢 根據家人議員 沒有對外宣傳 很快把普利高俊落狀 重立 墓地人員就說 大概有二三十人參加了這一場 40分鐘的葬禮 參加的人士都沒有穿軍裝 穿著便服 其中包括 普利高俊的親術 還有這個 夥伴 好了 更加 現在 關於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 他們就覺得 很明顯 就說 俄羅斯正考慮不同的版本 包括 暗殺 等這些行為 究竟是誰要買起 能夠買得起 日房夜房會不會真是家賊難防呢 到時候 看看有什麼 公佈了出來 信不信又可以 除了你 沒什麼所謂 另外 現在說到烏鵝局勢又展開一個新現象 有美國的網站就報導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局發言人安德烈 尤索夫就說 有多部 4部俄軍E-276大型運輸機 當日在俄西北部普斯科夫 的機場被烏克蘭的無人機摧毀 這些運輸機已經是爛了 更加說到 現在烏克蘭對俄羅斯發動 本土就是對俄羅斯本土發動最大規模的 襲擊 這一次就 炸到開巷 非常 誇張 更加烏克蘭說到派出 20架無人機深入 俄羅斯的福地 這個衝突會準備有機會 甚至乎 邁向一個新的局勢 現在大家 靠無人機 指入別人的心臟地帶 看看會不會 突然之間被他 真的打得到 好 跟大家看看 日本方面 日本福島核廢水 又說到有很多 中國的電話 打了過去 日本媒體就說收到很多這些滋擾電話等等 想不到 日本媒體現在 做個反追蹤 就說反查 究竟這些電話是什麼人 現在 有些消息出來了 日本多媒體 嘗試接觸這些滋擾電話 發現到原來 很多是內地的年輕人 根據《讀賣新聞》的報導 當中一個來自14歲江蘇的女中學生 他向記者表示 因為社交網站看到有人打這些滋擾電話 於是他跟另外五個朋友也加入 因為他覺得好激 好棒 記者朋友就表示 這些那麼多的滋擾電話 他們嘗試去了解一下 都發現到 來自 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 原因 純粹是過癮和得閒兼無聊 雖然他說對方反對 排出 核廢水的問題 但是那個態度其實都很輕浮 這樣 更加有消息指出 現在開始刪除有關的鐵文 內地就害怕成了一些大事 那麼 這件事 就像 韓國那些 早前那些 又說要殺人又說要性 每個人都有樣學樣 這件事件會升溫去到哪 如果你這樣 扔下去 會一法不可收拾 有人說對啦 應該搞那些日本仔的嘛 但是這個問題是 你打去別人的餐廳 店舖 沒有相關的地方 又幫到什麼 幫不了什麼 反而更嚇人 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有人覺得 又是過了火位 國家就開始 慢慢降溫 都是有道理的 因為有很多人會懸媚的嘛 有樣學樣的 然後走去跟風 到時候你要國家外交部 跟大家收拾手尾 到時候都不知道怎麼收拾 難為了家嫂 到時候真的 另外 說到韓國 近期也有一些惡作劇 這些東西 真的 不要學不學了 我不覺得 不覺得要學這些東西 什麼事 就近日有韓國的民眾 發現了在這個 中青藍道 瑞山一間學校附近 看到有兩個小孩子竟然 躺在馬路上玩電話 哇 簡直是大成躺在那裡 然後滾手機 哇 這個是 癡癡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 韓國的 網民 覺得他們在玩這個 文藉法的遊戲 什麼叫文藉法呢 原來 在韓國 2020 推行了保護兒童交通安全的法規 叫文藉法 在校園等兒童保護區 設下了一些很複雜的規定 其中一件事就是 如果司機不小心在這些區域 導致兒童傷亡 司機 可能受到嚴重的懲罰 我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那些年輕人覺得 你不小心撞到我 你糟糕了 故意玩東西 在這些地方 這樣 所以自從這個文藉法通過之後 就越來越多小朋友 刻意向駕駛者做惡作劇 就好像他們伺著自己的金鐘罩 你來啊 撞我啊 這樣回應過 吃屎啦你 真的不要玩這些 你不是說 那個法律就放在這裏 你說司機真的撞到你的 他要受重罰 但是你自己用身體來教飛 你 一個不幸運 真的撞到你的 不要說什麼 不要說命都沒有 終身殘廢 這些東西不值得好玩的 我覺得就 唉真是離譜 不知道韓國方面是怎樣處理這些東西 有時候一條法例 保障一些人 但是同一時間也有一些人 濫用了這些法律 另外也跟大家看一下 在泰國出現一宗 借錢 騙局的悲劇 怎樣的 原來一位41歲男子 為了幫僱主作為擔保人 借了 40萬泰銖 猜不到 然後他老闆走路兼破產 結果 欠人錢 更加 這位41歲男子 真的負責全身債 警方又說 在日前凌晨發現 這個男士 割手腕自殺 傷勢嚴重 而他44歲的老婆 和2名9歲和13歲的兒子 死亡 這樣嗎 嘩 真是離譜 好 原來 說到 這位 男士 承擔了僱主的債務之後 他老婆又在社交網站找人借錢 但是墮入了這個騙局 原先借了10萬泰銖 但騙徒先後就說要轉帳 又說要作些手續費 各樣Kickcard 最後就不見了170萬泰銖 這樣 這樣 就問你借錢又說要擔保費 你先過些擔保費 我借到給你的 然後又說 又有什麼信用擔保 隔壁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最後 搞到真是一身矮 這些真是 真是 這些詐騙案層出不窮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另外在華盛頓動物園 收到炸彈的威脅 有沒有事呢 原荒方面當然不敢大意 緊急疏散工作人員和遊客 暫時 都沒有發現任何爆炸物 幸好 沒什麼 說到福島核廢水 岸田文雄 厲害了 他什麼事呢 他告訴大家 這些食物是安全的 為什麼呢 他日前 就在這個手上虎 觀底吃午餐 他吃福島的魚生 就告訴大家 這些水產是屬於安全的 日本報道就說 岸田文雄所吃的魚生 全部都是由福島外海所捕出來的 捕出來的鮮魚所製 這樣嗎 看見了 昂田文雄 吃到雜雜聲 很好吃 當然 你說 我怎麼知道你是否在中國找魚餐去吃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是 那你說沒有魚餐去就行了 每天都說不淡水來喝 海水來吧 老大 經常叫人喝海水 另外 和大家 看看 美國再宣佈 再向蛙蘭提供價值2.5億元美軍的軍事援助 還拿錢 日前澤連司機的外母 被人爆了在埃及買樓 懷疑動用了這些援助金 跑去自己肥自己 現在美國又 扔東西過去嗎 所以 這些戰爭 裡面都是污衛的 總有人在這裡撈油水 美國國務卿就表明 宣佈為蛙蘭提供價值2.5億的 美元新一批軍事援助 滿足蛙蘭安全和防務需求 這一輪的援助包括防空導彈 彈藥 反裝甲的武器等等 會不會 不知道有一天在哪裏看到美軍的工具 被人賣了很多 逢是戰爭有多少士兵賣工 黑市賣出去自己撈一筆油水 有的 美國也有這些東西 另外也跟大家看看 在加拿大有位華裔男人 在網上賣自殺包 涉及懷疑過百 死亡個案有關 現在被控12條罪 什麼自殺包 根據天空新聞的報導 在加拿大安達洛省 一位57歲懷疑男子 Kenneth Law 在網上銷售這些自殺包 向全球40個國家 一共寄了超過2,200個包裹 英國警方判斷 當地有人懷疑拿了自殺包 之後 就死亡了 有88人 在5月被控兩項教授 協助自殺罪 加拿大警方在 8月底決定加控 他12項在網上出售 協助他人自殺的物品罪 日本是什麼來的呢 就說有些阿蕭酸納 自殺包 這樣 為何要這樣做 真不知道 之前那些 讀包裹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份記 可能未必關他的事 又不可以屈他 最後也跟大家看看 81歲 這位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麥康奈爾 在日前出席公開場合的時候 突然間 硬了 硬了 動不了 30秒 這個情況 之前我們沒見過 他好像整個機械人那樣 動不了 整身僵硬化 現在 第一個月之後 出現了 一個月之內 出現了第二次的情況 也挺嚴重的 真是麻煩 那到底是什麼事呢 可能也要去幫他檢查一下才知道 可能他自己也知道 突然動不了 腦子 會不會有 神經的問題 出現了 他有意識 眼睛能動 但是問題是 他的手腳 協調不了 可能 腿 腿 神經出現了問題 讓他調查一下才知道 所以為什麼現在美國 好像 很多政治領袖都很老了 年紀大了 是時候要退火線 好像拜登那樣 也有這樣的理由 大家都擔心 突然間 叫你出去 跟別人聊天 突然硬了 也不知道怎麼辦 好了 今集時間 就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東西 拜拜